2009年1月10日下午2点50分 四川德阳广汉市城中心的一家露天茶铺 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持枪杀人 犯罪分子光天化日之下 连开竖枪 这三人当场死亡 两人受伤 视频中的人正是当时的目击者 从他们的描述中可以看到 犯罪分子明显是有备而来 下手快准狠 整个行凶过程不到一分钟 没等周围人反应过来便已逃离现场 除了中枪倒地的三名查客 以及掉落的十多枚弹壳壳外 甚至连一旁的茶杯及座椅都没有碰到 这一现象就连警方都大为震惊 凶手竟敢在如此开放 且人员密集的场合开枪杀人 显然目的性极强 且事先一定做了详细周密的计划 如此猖狂的行为 也引起了当地甚至整个四川极大的恐慌 为了尽快破案 公安部挂牌杜瓣 德阳市抽调了200多名警力 成立了专案组 四川省公安厅也派出刑侦专家参与破案 天网灰灰 数而不漏 不到20天 警方便先后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袁绍林张东华二人 但在调查过后 警方发现这起枪击案的背后另有他人 广汉以原实业公司的老板刘维 当地颇有名气的民营企业家以及慈善家 齐兄刘瀚更是当地一位鼎鼎有名的红鼎商人 不光是企业家 还连续三届当选四川省政协委员政协常委 更是在一年前的汶川大地震中 捐款超过5000万而全国之名 资产高达数百亿之多 曾多次登上胡润百富榜与胡润慈善榜 也被福布斯称为潜在水底的真正富豪 然而 广汉110持枪杀人案扯下了兄弟俩的所有光环 让一个规模极其庞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暴露在了公众的面前 同时也正是拉开了流失黑金帝国覆灭的序幕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郑吉祥 这段时间一部电视剧狂飙火了 因为家人的原因 我也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由于我这人看电视有一个毛病 就是得一股做气看完 因为这样会比较爽一点 所以我强行按捺住自己的冲动就没看 想着等出完了再看 但我放电脑的房间隔音效果一般 就在我做完古代案件 正在构思做什么现代案件好的时候 听到了门外高企强的咆哮 题材这不就来了吗 我一查原型还真有 但跟之前讲的汉尼拔原型一样 它不是某个人的原型 而是某些个人的原型 目前能查到的就有长沙黑老大文烈红 与四川黑老大刘汉刘伟两兄弟 虽然文烈红跟高企强一样也是卖鱼出真 从人物经历来看更像一些 而且他还是扫黑风暴里高明远的原型 但由于刘汉刘伟也是兄弟俩 语剧中的高企强高企盛完美其合 所以这期咱们先讲刘氏兄弟 文烈红留着下期再讲 好了话不多说 咱们继续接着前面 警方查到刘薇身上开始讲 虽然表面上看来刘薇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但当地人都知道 其实他就是一头不屑于披羊皮的狼 是当地有名的操哥 也就是混混们眼中的哥老官 手下生意有正当的也有不正当的 手下的人也是鱼龙混杂 什么人都有 人际关系也极其复杂 据已经被抓获的两名犯罪嫌疑人 袁绍林张东华的交代 刘薇指使他们的原因 就是因为三名被杀害的人中 有一位跟他有仇 此人名叫陈富伟 也不是什么好人 2008年7月刚刚被刑满释放 出狱后并没有改过自信 仍在广汉从事敲诈勒索 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 后来与刘薇结下了梁子 曾在多处场合公开扬言要报复刘薇 刘薇得知消息后 便授以袁章二人当街行凶 而从二人的口供来看 这样的事明显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很快 警方根据掌握的线索 将刘薇带到了警局进行询问 刘薇来了后失口否认 拒绝承认这一切跟自己有关 正当警方想进一步询问更多细节时 刘薇的哥哥刘汉坐不住了 他以四川省政协常委的身份 给四川省公安厅的某位领导 打了个电话 称家里人都在等着自己弟弟吃年夜饭 有什么事过完年再说 于是刘薇就被放了 这一放坏事了 下次再去的时候找不着人了 于是2009年3月17日 警方发出了刘薇的B级通缉令 各地公安机关收到发送来的通缉令后 也很快做出了反应 在最短的时间内 对刘薇可能隐藏的落脚点完成了布控 并且还在一些比较重要的路口设卡盘查 但刘薇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 就这么消失了 这一消失就长达四年之久 难不成在此期间刘薇偷偷跑出国了 当然没有 实际上他一直就待在广汉 来了一招灯下黑 并且在这四年里 警方还曾多次接到热心群众的举报 可每次根据举报中的线索进行抓捕的时候 刘薇总能跟喂捕先知一样 提前警方一步离开那个地方 这都要得益于哥哥刘翇的暗中帮助 这四年里 兄弟俩也曾多次见面 光刘翇给刘薇用于消费的现金财物 就高达数百万元 并且刘翇还曾给北京写信 称刘薇是被冤枉的 而最重要的是 刘翇当时那神通广大的关系网 让他甚至能与参与抓捕的警员 同时收到抓捕的命令 这才让刘薇次次都能先行一步的逃离 他逃 他追 他都能飞 猫鼠游戏在这四年里 就这么一直循环往复 这蹊跷的一幕也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重视 于是便命北京市公安局 也成立了专案组来对此案跟踪督办侦察 随着侦察的深入 警方掌握的线索也愈来愈触目惊心 刘翇涉嫌包庇窝藏刘薇 以及涉嫌故意杀人仅仅是冰山一角 他们两人的背后 还可能存在着一个 以他们为首的特大涉黑犯罪集团 他逃 他追 他插翅难飞 2013年3月13日 北京市公安局专案调查组 根据掌握到的线索 在机场将刘翰抓捕 并且派民警秘密的进入四川 四天后 将刘维也一并抓获 随后一鼓作气视如虎 一夜之间逮捕了近30名涉案人员 由于涉案人员多 并且涉案地区广 为了更好地侦破这起特大犯罪集团案件 同时也是避免刘氏兄弟背后 那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干扰办案 警方决定异地胜利 由湖北咸宁市公安局为主 湖北其余各式公安局为辅 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了一支雷霆之尸 很快便重启了多起 陈锋多年并且悬而未决的案件 从1993年到案发这十几年里 仅刘翰一人就涉嫌十多起犯罪案件 然而查到这些并不意味着结束 反而是刚刚开始 刘翰似是也没将他们放在眼里 甚至大放厥词道 我的案子不是你们的事 你们湖北办不了我这个案子 湖北警方此前也预料到了 接下来将要面对的困难 但没想到的是 刘翰刘维兄弟俩在当地 竟被百姓们视为妖魔般的存在 甚至连他们俩的名字都不敢直接提 而是用那家来替代称呼 这给警方的取证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刘氏兄弟在当地究竟做了些什么 让老百姓们如此惧怕 甚至潭流色变 这还要从他们的发家史说起 刘翰于1965年出生在广汉市老南街 父亲曾是一名抗美援朝的志愿兵 复员后回到广汉 当了一名中学的物理教师 后来于1990年换脑流去世 刘翰的母亲也是教师 后来退休后便在街上摆摊 卖些针线什么的不贴家用 两人都挺老实 可惜生的孩子们个个都不让人省心 他们共有五个孩子 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老大刘健早早混了社会 后来经营游戏厅沉迷于毒品 老二刘小平后来在刘翰的公司当财务总监 老三就是刘翰 老四叫刘英 除了名字外没有其他的资料了 老五就是刘维 刘翰与刘维两人打小性格就不太一样 刘翰为人比较聪明 打小就给不良少年们当军师 而且是能动口就绝不动手的那种 而刘维则性格鲁莽较为冲动 能动手绝不动口 上学期间就因为经常打架闹市 被学校开出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初期 刘翰就开始倒卖木材 当时冬天的时候 去山上拉木材的道路都结了冰 其他人都不敢去 所以木材价格是平时的两倍 刘翰秉着富贵险中求的想法 就自己开着车上山拉木材 赚别人不敢赚的钱 而他不光胆子大 也比别人贪婪 他并不甘心于只赚差价 于是开始动起了歪心思 在木材尺寸上偷工减料 来赚更多的钱 凭借着胆大与贪婪 很快他就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到了九十年代初 刘翰又盯上了游戏厅 但他的贪婪 让他并不满足于只赚小孩的钱 于是挂着羊头卖起了狗肉 开的游戏厅实则赌博厅 这也是他后来沉迷赌博的原因 1992年12月16日 广汉市人民法院 在树立一起经济案件中 依法将刘翰的一批物资查封 但没想到 刘翰竟然胆大包天的 一边组织人堵了法院的大门 一边撕毁法院的封条 将被查封的物资转移藏匿了起来 后来湖南四川两地的警察 准备去抓捕刘翰 刘维听闻立马带人前来阻挠抓捕 后来刘翰成功逃跑 刘维被警方逮捕 但经此一事 兄弟俩的恶名就此传开 到了1994年 刘翰又与同伙孙某等人 通过不正当的手段 获取了一笔贷款 进入了期货市场 靠着各种不法途径获取信息 挤身亿万富翁之列 同年9月 刘维被取保候审 刘翰将自己名下的赌博游戏厅 交给刘维经营 自己则专心在期货市场大肆敛财 而刘维在接手游戏厅后 一直在私下里培养打手 并不断地购买枪支弹药 扩大自己的势力 这个时期 由于刘翰在期货市场上 频频修改规则来为自己牟利 引来了另外一位亿万富翁 袁宝景的不满 袁宝景也是白手起家 下属企业多达60多家 被誉为北京的李嘉诚 可在1996年的时候 袁宝景在广汉的期货市场 惨遭滑铁卢 一下赔了9000多万 他认为 都是刘翰不守规则导致的 于是出资16万 让同伙汪兴去刺杀刘翰 汪兴还真去了 在1997年初 带人跑到了广汉 准备杀刘翰 结果由于刘翰 一直坐在车里 汪兴开枪后 也只是将车玻璃打碎 并没有击中刘翰 后来汪兴多次以此事 威胁袁宝景 袁宝景为了自己的前途 于是心生杀意 让自己的哥哥袁宝奇 找人杀了汪兴 最后案发 一行人被警方抓获 于2006年1月13日 被判处死刑 为了活命 他还向国家捐献了 印尼一处油田的 40%部分 价值高达495亿 但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2006年3月17日上午 袁宝景在辽阳市 被执行注射死刑 也成了中国史上 第一个被注射死刑的罪犯 话说回刘翰这边 经历了这次刺杀事件后 刘翰知道了 沐秀于林封闭催之的道理 于是1997年3月 他在绵阳 成立了四川汉龙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高达9998万元 法人代表为蒲万昌 刘翰自己则隐身幕后 但实际决策人还是他 这还不够 他又让一只跟着自己的孙某 以设立公司保安部的名义 招募了一些社会上的人 建立了一支名为保安 实则打手的队伍 同时让弟弟刘维 加快了招人的速度 并加大了 构置枪支弹药的力度 在广汉建立了一支 装备精良的地下武装 仅后来被警方追缴的武器 就有军用手榴弹三枚 国产五六式冲锋枪 美支伯朗宁手枪等枪支20支 子弹677伐 钢铸弹2163伐 以及管制刀具100多把 在有了这两支队伍后 以血路开财路 刘翰接下来的扩张速度 让人瞠目结舌 1998年8月13日 刘翰的公司在绵阳市 游仙区小岛村开发房地产 因拆迁补偿问题 与村民发生激烈冲突 公司保安唐贤兵等人 将带头的村民雄伟乱到捅死 五天后 在广汉为了垄断 赌博游戏机的市场 刘维派手下曾建军等人 将竞争对手周正当街枪杀 杀害这两人后 一时之间当地人都净落寒蝉 刘翰在绵阳的房地产开发 从此没了阻力 在广汉的赌博游戏机 高利贷市场也一家独大 后来还陆续控制了广汉 及周边县市的彩沙建筑建材市场 又拿下绵阳机场 绵阳汉龙大桥等优质项目 并用给股东 既装有子弹的恐吓信等步伐手段 以远低市场的价格 收购了风骨酒业 1999年2月 绵阳另一黑道人物 大叫花王永成 扬言要炸汉龙集团的保龄球馆 十多天后 刘翰指使手下孙某 派公司保安唐贤兵 枪杀了王永成 唐贤兵在接连杀了两人后 不但没事 还在公司内部被视为英雄 刘翰不光利用关系 使其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还配房配车又给了不少钱 这也是刘翰一直给他们灌输的思想 要敢打敢冲 打架必须打赢 只要敢打敢冲 出了事刘家人会帮他们摆平 反之胆小怕事就会被开除 刘翰之前的一位保镖 就是因为在某一次的冲突中 因为拔枪慢了一点 事后就被刘翰开除 2000年 刘翰将汉龙集团总部 从绵阳迁往成都 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张 汉龙集团在当时 可谓是所向披靡 只要是他们插手的工程与项目 其他人一看都吓得撤标 谁敢跟这后不要命的抢生意 钱没了可以再赚 命没了可就什么都没了 同年9月 仅是怀疑老街坊梁士奇 私吞了3万元的养狗费 刘维就指使手下将其杀害 更令人发指的是 梁士奇的姨娘还曾是刘翰的奶娘 对她有补育之恩 2002年5月 刘翰的保镖 邱德峰 环丽柱等人 在成都一娱乐城无辜声势 召集多人猖狂殴打无辜群众 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但事后 仅邱德峰被清攀4年 其他凶手仍逍遥法外 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 刘氏兄弟就这么 以伤养黑 以黑护伤的方式快速扩张 当然他也会通过做慈善 来伪装自己 以秦明命名的刘翰希望小学 在08年地震时屹立不倒 还曾被网友发帖称 是最牛希望小学 这确实是一件好事 但一码归一码 慈善并不能 也不应该能成为刘家 所犯着累累罪行的挡箭牌 专案组侦查获取的大量证据表明 在这些年里 刘翰这一黑社会组织 涉嫌实施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 非法拘禁等严重刑事犯罪案件数十起 造成9人死亡 9名被害人中有5人施遭枪杀 刘翰还让孙某 刘小平等人通过放高利贷 操纵股市 违规并购等不法手段 从高利润的房地产 矿产 电力 证券等领域 敛财数以亿计 截止落网前 刘翰黑社会组织 以作用资产近400亿 刘家几人掌控的全资 控股 参股公司多达70多家 其中上市公司两家 境外公司四家 他们以其中一些公司 为贷款融资平台 骗取贷款高达46亿 还入股境外赌博公司 组织邀请境内居民 前往澳门参赌 以洗马的方式 非法获利2.3亿元港币 刘翰本人的生活 也是尽显赦迷 仅刘翰一人购置车辆 就多达数百辆 其中不乏劳斯莱斯 宾利 法拉利等顶级好车 一顿饭吃个几十万 对他来说更是细松平常 刘翰此时的心态已经极度膨胀 在手下告知他网上 有关于他涉黑的言论时 他反而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因为能让别人更加的害怕他 从而不敢跟他作对 在后来面对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 刘翰还曾说了一句话 刘翰从来都是赢家 刘翰从不释手 但在正义面前 刘翰必然释手 虽然当地百姓们 一时之间因为刘氏兄弟过往的恶行 在面对专案调查组时 静若寒蝉 但是在专案组民警 长达十个月的努力中 通过一次次的上门拜访 一次次的用法律劝解 当地的群众才慢慢的相信 刘家这次是真的要倒了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开口 周正的姐姐周厚荣哭着说道 这十几年里 自己都不敢说死这个字 更不敢给弟弟的孩子 说其父亲是怎么死的 害怕孩子出去说漏嘴 再惨遭刘家的毒手 其他曾长期受到 刘翰犯罪组织压迫的百姓们 也都写了大量的检举信 这些信件都寄往了湖北闲宁 专案组自打 2013年5月调查开始直到结束 为了做到案不漏人 人不漏罪 罪不漏证 400多位民警 在大半个中国往返奔波 前前后后 共询问了600多人 获取到的证人证言 就多达1000多份 而调取到的相关资料 更是数以万计 因为刘翰还涉嫌了一些经济犯罪 其取证大部分都是输证 2014年3月31日 刘翰刘伟等36人 因涉嫌组织领导 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 以及故意杀人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案件 在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这36人中除了刘家的人外 还有当地三名政法干部 原德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政委刘某 原德阳市公安局装备财务处处长吕某 和原十方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刘某 此前刘维利用给这三人孩子上学等名目行贿 金额高达数百万元 不光如此 他们还几乎每周都会在刘家经营的会所 聚众赌博吸毒 在这种违法的特殊关系下 三人不但在过往的一些案件中 给刘家通风报信 还私下给刘维提供枪支弹药 在法庭上 面对指控时刘翰仍表现得不以为然 称这一切自己都不知情 并表示非常震惊 还说自己是企业家要脸的 唯一的违法行为就是他没有过亲情这一关 犯了包庇罪 而且还不屑地称自己那么有钱 怎么可能会为了几百万的工程去犯法 在面对昔日手下的指控时 更是出言鄙夷对方 而对于刘翰涉黑的指控 刘翰的律师是这么说的 汉龙集团内部隐藏了一伙以孙某为首的黑恶势力 广汉也隐藏了一伙以刘维为首的黑恶势力 但这一切刘翰并不知情 是这两个人利用了自己与刘翰的特殊亲戚关系 假见刘翰的身份为非作歹而已 所以刘翰涉黑这一罪名并不能成立 对此 检方也一连反问了两个问题 听到这话 刘翰坐不住了 他明白 这个跟随自己多年的孙某肯定是背叛了他 将自己指使他的事给警方坦白了 他也深知这一行为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他将要为汉龙集团所有的罪行承担刑事责任 于是他提出 要与孙某当庭对质 他在赌 赌孙某会念及旧情在法庭上翻功 但孙某此时因身患疾病在医院接受治疗 本来是不便出庭的 但在刘翰及其辩护人的一再要求下 为了维护刘翰身为被告人的权益 4月12日这天 孙某坐着轮椅由法警带上了法庭 此时的他面色蜡黄还不停的咳嗽 他的到来让刘翰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在刘翰用让你教育对方等话 试图让对方配合时 孙某一句话险些把刘翰CPU少了 此话一出 刘翰看着手中那一大碟提问材料 开始怀疑人生 这不按套路出牌 接下来该怎么问 刘翰的律师此时也知道玩犊子了 战术性的摸了摸头 不仅如此 孙某最后反而还劝刘翰了一句 刘翰对此保持沉默 从一开始的嚣张跋扈 到现在的哑口无言 他的心理防线濒临崩溃的边缘 而几天后 随着另一证人的出现 更是让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这名证人就是他的前妻杨雪山 两人与2013年离婚 这是离婚后二人的第一次见面 杨雪山刚被带上法庭 刘翰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带着哭腔问道 此时审判长临时终止了刘翰的发问 随后杨雪山的证词 进一步的确认了刘翰等人犯罪的事实 但刘翰此时并不太关心这个 没有出声反驳 而是一直在看着对方 在杨雪山作证完将要被带出法庭之际 刘翰再也控制不住开始当庭痛哭 我相信此时的她是真情流露 因为或许在这一刻 刘翰还是回想起了曾经两人的美好的过往 曾经那纯粹的爱情 虽然后来可能随着欲望的不断膨胀 以及不法利益的掺杂让其变得没那么纯粹 充斥着利益与纷争 但在一起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 就算不纯粹也足够她印象深刻了 加之将要伏法的恐惧 也足以使她在此时做出深刻忏悔 但犯罪就是犯罪 即使当下深感懊悔 即使当下愿意赎罪 却也为时晚矣 没有一处深渊不是自甘堕落的 从良的罪犯没有不是忏悔过的 区别在于 有些罪行是可以回头的 有些罪行是无法回头的 2014年5月23日 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公开宣判此案 这36人中 有5人被判处死刑 5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4人无期徒刑 22人有期徒刑 刘汉刘伟两兄弟自然是在死刑名单里 汉龙集团因犯多项经济罪 也被判处罚金3亿元 随着这一消息的传出 曾受到刘家伤害的老百姓们欢心起舞 当天中午 被害人周正的家人 在村头放起了鞭炮 周正的姐姐也终于能告诉自己的侄子 他父亲死亡的真相了 同年6月3日 以刘汉为首的20多名被告人 以及汉龙集团 一同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同年8月7日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作出二审判决 维持一审原判不变 死刑人员的死刑判决 上报最高法院进行复合 2015年2月9日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刘汉刘维以及其余三人被执行死刑 他们的黑色人生就此画上句号 刘家的黑金帝国也随之崩塌 悟苦不知足 得拢忧望数 回顾刘汉这一生 成也欲望 败也欲望 人类因欲望而产生动力 欲望本身并没有错 错的是那个欲赫难填的自我 生活中有两个悲剧 一个是欲望得不到满足 一个是欲望得到了满足 如何在二指之间掌握平衡 白居易在一千多年前 就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所以表不忘初心 而必国本愿意 好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的观看 我是你们的郑吉祥 我们下期见